伊藤美成被王一迪打服 日媒胜赞大敌 超强的速度 11月28日上午 士兵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 王一迪4-1战胜三号种子 日本名将伊藤美成 在后日媒指出 伊藤美成输给了中国选手 悲情的没有获得单打奖牌 日媒指出 世界排名第三的伊藤美成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 1-4不敌世界排名第十位的中国选手王一迪 没有能进入半决赛 充满了悲情色彩 伊藤美成此次是为首次获得士兵赛女单奖牌而来 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干劲十足 王一迪此前一轮战胜了伊藤美成的女双搭档 早田希娜 两人过去五次交手 伊藤美成二胜三负 上次交手还是2020年 当时伊藤美成四杠三获胜 日媒在评数本场比赛时 强调伊藤美成可惜了 他和王一迪两名选手都很强 从王一迪的兴奋和高兴来看 伊藤美成一定是受苦了 王一迪太厉害了 对打好精彩真是超强的速度 日本媒体提到伊藤美成在今天与王一迪的比赛中失踪了 伊藤美成在东京奥运会获得混双金牌之后 成为日本体育界新一代的领军人 但在士兵赛上他还没有获得过单打的奖牌 出征之前伊藤美成说 在士兵赛的女单和女双上还没有赢过中国选手 这是自己一直以来的目标 也是参赛动力 在稍早前的比赛中 陈梦四档林战胜了石川家纯 这样日本女单全部无缘四抢 无缘奖牌 此前石川家纯只赢过陈梦一次 还是2019年的澳大利亚赛 日媒遗憾地表示 石川家纯未能拿到期盼已久的奖牌 28日伊藤美成早田希娜出战女双的半决赛 他们的对手是陈梦前天一